3月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要經過這個承恩門 一人夏雨喬 擔任觀光博覽會 台北主題館一日館長 帶領市長柯文哲 穿越古色古香的北門 走過大稻城 迪化街老郵局 推銷台北市觀光 也不忘宣傳一下市大運 只是當柯市長聽到 8月19號市大運的開幕日 好像一時愣住了 大家都知道 8月19號要來了 是什麼日子 市長你知道是什麼日子嗎 他指著大稻城 在跟我說8月19號 我騎完 我說大稻城8月19號 一直在想說 講為什麼來8月19號 幹了什麼 趣味小插曲 反而讓人對於8月19號 印象更深刻了 柯市長離開象徵旧城的大稻城 緊接著進入新風貌的台北 最主要的代表 就是這一亮亮火紅外型的 雙層觀光巴士 觀巴目前有紅藍兩線 那紅線的話 走的是台北最時尚的地方 會到101 那藍線的部分 就帶大家到過風博物院 那今年的觀光博覽會 台北館就以喜新戀舊為主題 不只呈現台北嶄新的一面 也要秀出懷舊的老街特色 希望新舊兼具的台北城 能為觀光客帶來不一樣的旅遊體驗 記得張文宇之恆 拍報道